和胡亨爾合作過開婚紗店的晚裝設計師姚子瑜 早前就出了個新工作的post引起廣大網民熱議 事源她說自己去年設計的婚紗 不單被客人說是垃圾不肯給她 還說她偷對方的光才有人認識 而根據各位劍盤柯南的推測 九雲偉就是今次事件的女主角 出事的就是這條黃色的裙子 而一路都沒有公開回應的狗姑娘 近日就在社交平台上疑似隔空回應 說心胸不似海 怎能有可一樣的事業 這日再出張撕疾仔面的照片 Lottet說己所不育 默思於人 狗姑娘的經理人這日就回應傳媒 說不想對號入座 所以一直都沒有回應 但事態發展到這樣 都想澄清說沒有這樣的事 他們今年的合作沒有ικ不滿 雙方都很高興地說